要解釋個問題,但他回答時,我聽不到回答,你要的defense 我了解,我了解就是這樣 現在這個行為,究竟是不是道德呢? 我當我們不知道 接著公理主義,你看看後果的判斷 法律大學痛苦就對,痛苦大學法律就不對 所以說這個行為是否道德呢?看看是否可普遍化 我了解,我覺得首先不知道是否道德 或者不清楚是否道德,看看是否可普遍化 就是一個標準,我了解成是一個標準去判斷 但你的說法就不是這樣,我了解 其實你等於說,我已經知道是否對 不過為何是對或是不對呢? 就是是否可普遍化解釋的 所以其實是,康德究竟是怎樣 我不知道,我不是專家 因為剛才那種批評就是,有些需要這樣批評 我都是照說我這樣說而已 但是我想,就算是這樣,我想都是康德解釋不清楚 因為康德解釋不清楚就不會有些不解釋康德 有些這樣的說法,假如你說也對,康德不是這樣說的 就是那個普遍化不是一個標準的判斷是否對不對的 不過我們已經有些,我讀得理性已經知道是否對不對的 但怎樣是對的呢?就是,我原來它是普遍性的 那就是一個判斷來的 就是我了解成是一個判斷 就是這個是不是對不對的,我先看看是否普遍化 我了解成是一個判斷 我判斷不到,因為哪種解釋是對的 因為我原來是康德專家,但至少就是,如果有兩種不同的解釋 我覺得肯定是康德,它講得不清楚 即是會令人誤解釋,假如你說也對的 至少康德是令人誤解釋,總之他寫畫片是令人誤解釋 有這個意思,那我是根據那個意思去說 那,這個我們批評不到 即是不可以這樣說的,知不清楚那樣東西有沒有道理的意思 即是有些人這樣說,康德當然有些東西說不清楚那些人誤解釋 即是誤解的人不錯的,不是康德所說的 那我想說回,即是標準來的,不是標準 因為它就排除了那些,即是剛才說的是一些沒有普遍性的那些 因為我亂解釋,等於說,其實那些行為是對不對,我們一早已經知道 不過你現在可以解釋為何那些不對呢,因為不可以沒有明白 那些有對的,怎樣可以不明白 但我理解釋說,這個行為是對不對,我不知道 現在通過這個標準,判準呢 不過公理主要告訴你,你符合這個標準是對的 我是這樣了解康德的那個說法 那你就和我 不是,都是標準來的,例如那兩點,你看回那兩點的標準 例如第一點,視人為目的,不只是手段,很明顯是標準 這是它的內容的一個角度去講的標準 因為內容是要視人為目的,就是人格尊嚴的那些東西 即是你不能夠尊重人格尊嚴的那些,譬如剛才說 對一個視認夫人學去,就是當它是手段,那就不行了 那麼它在標準上,明顯是一個內容的標準 但是第二點,是一個形式的標準 中康德他自己的說法,是一種形式的標準 形式的標準就是,除了是視人為目的的 或者是尊嚴人格尊嚴的同時 那這個是凡是有道德理性的人,都認同接受的 那這個也不是道德的標準來的 因為如果那些只是有步伐人認為是對 但是那些人是不對,那不叫道德 道德的東西一定是所有理性的,他認同才知道道德 因為道德我們一般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不是說國人意見的道德就是這樣 道德的意思是所有理性的人都認同,就好像一家都不一樣 那一家等於是一種知識的普遍性 但是我們說是雜誠的普遍性 這樣講,這個不是,至少開啟一個問題 就是它講這個定律令,這個普遍定律和尊重原則 它就不是一體兩面的關係 那也是,這個內容是一個形式,不是兩者 你譬如有這樣的內容,就自然有一個普遍的形式 但是我的話,吃飯是符合這個普遍性 我符合這個形式,可普遍化 不過我不符合內容而已 那我就說,因為如果你說 你不符合這個形式,不符合內容 那就是你有一種純粹的普遍形式 那這個不叫道德 道德是第三條定律 第三條就是觸發內容形式 講自由性 同一條形式的三個方面 那我就覺得,如果你這樣解釋 我至少可以說,這個普遍定律和尊重原則 它不是真的一體兩面 因為我不是說,吃飯是符合這個形式 符合這個形式,不符合那個內容 那不是一體兩面 但是這個形式,只是知識的普遍性 你說直飯那些,不是實踐的普遍性 如果康德說這樣 吃飯也是實踐 那個實踐,不是實踐 譬如我們說,幫人的實踐的普遍性 怎麼跟吃飯的那種,所謂實踐的普遍性 實踐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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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是直飯那些叫做普遍性 那你不是首先定了範圍 什麼叫道德 你不是首先定了什麼叫道德的行為 你已經說定了 那你為什麼 那你要用回剛才說的那些程式的標準 譬如你是不是跟人格之間有相關 那你吃飯這個你覺得 吃飯你知不知人格之間有關係 其實我同意你講 我不是正正 我同意你講 正正覺得 你剛才說 普遍人家那個不是 就不是正正不同 那個專論則是一體兩面 我正正 其實我同意你講的 正正就是 它不是一體兩面 因為你有第一個程式的意思 就自然有道德 有實踐的普遍性 我不是先用吃飯 你可否設想到一些合乎人格專業的東西 他沒有一個實踐的普遍性 知不知想到 我設想到一些可以普遍化 但又不符合人格專業的東西 你講實踐的普遍性 你講是吃飯的 我不叫道德的普遍性 譬如說幫人 但你怎樣 譬如我試試講一個例子 我講一個正面的例子 你試試講不可以講一些 不是 即是有其中一 沒有其中二 我講一個例子 就是兩種都有 你分不開 譬如說幫人 是一個有普遍性的行為 為什麼呢 就是第一 你是視人的目的 你是尊重人格專業 我幫個人 因為我覺得這個人 就有人有專業率 我應該幫他 就算他有理也好 也不計算 但你也好 這是一個責任去幫他 首先有目的性 就是一個康德的說法 第二 同事也合乎有道德理性的人的反省 就是幫人 有理性的人都應該幫他 同事也有第二個成績意思 我設想一個例子 就是一般道德是這樣 我設想一個道德的一個行為 它只有第一個成績 或者只有第二個成績 你能不能思想到 比如我剛才說的 吃飯也不叫道德 如果吃飯也叫道德 不如走出去也叫道德 廁所也叫道德 不可以的 就是你倆講清楚 所謂Practical是什麼意思 吃飯也不是Practical 就是Practical reason 說吃飯有什麼意思 你當然是幫人 或者反面是不傷害人 那些是Practical 不是你扣技 做的東西叫Practical 沒有意思 就是Practical reason 我們常常理性的關係 我們常常理性的關係 這個例子是 不是說 即現在你講的 第一條規則和第一條規則 是Practical 他只要舉到一個例子 是不說第一條規則 而不說第二 只是符合其中一條 那你就舉一個例子 但是你舉到什麼例子 剛才吃飯也說不是例子 我舉一個例子 因為吃飯也不叫做有實 為什麼不行 我舉一個例子 其實有兩個例子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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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非用 給一個廁所踢了他一腳 那個廁所不尊重他 他是人 那個廁所不尊重他 那些廁所不會讀得理性 第二 你在那些半山 那些車子市場 那些人買東西 是不尊重收銀員的 夫婦學學 也是不會讀得理性的 就是說不是普通性 不讀得理性 不是你講什麼 就是說你講一個例子 我舉兩個例子 自初不是 都覺得理性不是普通性 不是普通性的意思 普通性的意思是說理想的意思 不是說理想的意思 就是每個人都是這樣做 不是這個意思 普通性一定是理想的意思 就是有理性的人 應該這樣做的意思 不是說現實上 每個人都幫人 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跟剛才說的都沒有關係 因為現在講第二個程式 是實際的普通性 是一個理想的意思 不是說理想的意思 不是說理想的意思 又是一個有理性的人 或是中國人講有良心的人 都應該幫人 是對的 普通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可能你也要分清楚 那個普通性 不是說理想的意思 我明白 因為剛才沒有講這個 Exception 我想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真正的一個方法就是 要看回康德 看回康德 因為康德是很難看的 所以可能就這樣 普通的意思是說 怎樣叫一個反例呢 就是 它是 要屬於獨立的範圍 首先是 然後呢 它就是 符合普遍化 但是呢 又不符合這個 專業原則 那麼就叫一個反例 就是 反對化 不是一體裡面 是的 或是反轉 就是 只是